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时间成了最奢侈的存在 也在一定程度上成了衡量感情的标准 如果一个人能够对你随时有空 适时回应 那一定不是因为他闲 而是因为将你放在心上 所以不想缺席你的情绪和期待 网友月月分享过这样一个故事 疫情期间公司因为效益不好 为了减少开支 裁减了大量的非核心人员 月月一夜之间变成了失业游民 苦闷的月月一个人跑去酒吧买醉到深夜 一次来麻木自己 凌晨十二点刚结束工作的闺蜜 在接到她的电话时 毫不迟疑地去接她 并宽慕了她一个晚上 第二天一早 闺蜜为她做好早餐便去上班了 下班后 闺蜜立刻匆匆赶回 顶着两个黑眼圈 一边稳住她的心态 一边帮她梳理求职信息 最终在闺蜜的陪伴下 月月不断调整自己的状态 成功熬过失业的低谷期 拿到了新的offer 分享到最后 月月表示 自己能够重新振作起来 很大一部分的力量源于闺蜜的陪伴与支持 听过一句话 承载你的表达欲的人 都是你要用心去记住的人 深表认同 在这个快节奏时代 人人都在为了生计奔忙 自顾不暇 对你随时有空 看似简单 实则不易 其实所有的对你随时有空 背后都是一种在乎 这样的人也许不会与你日日联系 但一定会在你需要的时候挺身而出 给予你最温暖的抚慰 这样的人是你生命中可遇不可求的宝藏 所以一定要好好珍惜 与人相交 唯有学会以真换真 以心换心 方能长久 对你是以元首的人要感恩 俗话说天有不测风云 人有旦夕祸福 人这一生总会有一些岁月刺激难度 但生活无情地伤害你 就有人温柔地接住你 总有些人在你身陷低谷时伸手拉你一把 在你被生活击打的遍体鳞伤时 度你一成 这样的人总能给我们带来光亮 最值得我们用心去感恩 用力去珍惜 小生初那年 我们家有一段时间过得特别困难 一方面修筑房子的预算不够 但又挣到了买第二层材料的关键时刻 另一方面房东老板要求 一次性付清三年的房租 否则就涨价 母亲一边要如期买上修筑新房的材料 一边又要保证我们兄妹几个人 有一个稳定的学习环境 整日为了空缺的资金焦头烂额 后来得以姑姑一家和姑姥姥一家慷慨解囊 才让母亲如期交上房租 买上建筑材料 让我家平稳地度过那段艰难的时期 在此之后 母亲一直将这份恩情记在心上 想找机会报答 前两年姑姑一家在省城新买了一套房子 母亲担心姑姑家资金周转不开 还没等姑姑开口 便催父亲将家中的流动资金都给送了过去 表舅结婚 母亲也会主动打电话 问姑姥姥钱够不够 对此我时常会开玩笑地说母亲 第一次见有人上赶着去把钱借给别人 每次母亲都会认真地教导我 别人能帮助我们是多么难得的事情 一定要记在心上 找机会回馈 三毛曾说 碳不贵 给的人可真不多 人与人之间锦商添花的人总是趋之若鹜 雪中送碳的人却总是寥寥无几 走过半生才恍惚 困难时的鼎力相助 落魄时的不离不弃 才是真正的难能可贵 那些得意识提拔你的人不是你真正的贵人 真正的贵人是在你危急宽头 愿意伸出手拉你一把的人 真金一循真情难求 人这一生对你好的人不会很多 帮助你的人更是少得可怜 所以要感恩那些在低谷时度你过河的人 在寒冬给你温暖的人 正是因为有了他们 才让你我原本不易的生活 少了许多孤立无援 多了许多温暖感动 知乎上有人问 长大后发现最戳心的真相是什么 底下有个回答说的是 感对我们说真话的人越来越少 的确成年人的世界 赞美不一定代表喜欢 评价里也满是奉承和客套 乐长大约发现 有一个时刻感对我们直言相告的人 是多么幸运 作家帅剑祥在书中分享了 自己的一段经历 他最开始练习写作时 一气呵成写完了一篇 三千五百字的文章 他自我感觉良好 于是四处寻求肯定 最开始他兴致勃勃地 发给身边的朋友看 朋友们都一致好评 写得很好 有启发 这个水平可以写书了 帅剑祥听了大家的夸赞 更加洋洋得意 觉得自己简直是天才 但向来和他惺惺相惜的 郑大师却给他泼了一盆冷水 小帅 大作败读 亮点多多 优点无需赘述 还是开诚不公地 谈谈文章的不足之处吧 在后面 郑大师还将文章的不足 一一列了下来 句子松散 词汇文采匮乏 文章毫无自己的风格 更没有能让人记住的个性化警句 每条点评的下面 还备有文章中不足的举例 实在用心良苦 帅剑祥来回看了两遍 感动之余 也为自己一时的自满感到惭愧 于是他将郑大师的点评打印了下来 贴在案头 日夜字面 文章渐渐有了涨进 书籍《罪与罚》中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 世界上没有比说真心话更困难的事 但也没有比阿谀奉承更容易的事 正因为说真话的成本高 所以才显得尤其可贵 假话好听却也误人 良言刺耳但却受用 敢对你说真话的人 是你成长途中的一面镜子 他们也许不会说你想听的话 也不会时时刻刻认同你 但一定会在你走歪路的时候 用力将你拽回 也一定会在你骄傲放纵的时候 点醒你 虽然毫不留情地照出你的缺陷 却也能帮助你不断完善自己 走上坡路 所以请将每一句掏心掏肺的真心话 听进耳朵里 也请将那个敢对你说真话的人 放在心里 宫崎俊说 请记住那些对你好的人 因为他们本可以不这样 的确如此 人与人之间 从来没有理所应当的付出 更没有天经地义的帮助 人活一世 大多为了生计奔波赶路 若是有人愿意停下来 抽出时间来温暖你 一定是上天的恩赐 人经不起敷衍 心经不起冷落 对你好的人 遇见一个便少一个 如果不想在感情破碎 彼此陌路之后追悔莫及 就不要含了对方的心 余生不长 愿你被善待 也善待那个 善待你的人 好了 今天的文章 就为您分享到这里 让我们在下个夜晚 再会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